什么是运营呢 一开始的时候 接触这个问题的时候 确实是天天在琢磨 运营是要做什么事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 其实运营就是 就是你的整个这个产品的 这个生产经营 你要开一家商场的话 那么你在郊外 你可能需要比如说 我要设计这个房子 然后要设计这个 我要供什么货 那么这些东西可能是 相关的这个产品经理在负责 就是他会去做规划 然后说这个东西要怎么弄 那么完了之后呢 可能会有这个工程师 来负责给你建 就是把这个房子 把这些东西都给搭好了 框架都给搭好了 那么这部分 其实是技术做的工作 那么剩下的 你每天你这个怎么进货 然后怎么交易 然后这个流水怎么弄 这所有的事情 这个生产经营相关的 我都认为这个事情 是一个运营的工作 我很同意的一个观点 就是产品就是生孩子 那么运营就是养这个孩子 就是我们把这个东西 做出来之后 那么最后你天天 你怎么去用它 然后怎么去引导用户 怎么去把这些用户的 这个活跃度做高 然后激发这个产品的活力 怎么样让这个 这个产品的生命周期 越来越长 那么这个事情 其实是运营要做的事情 那么第二个事情是讲的是说 这个互联网产品 可能都是需要运营的 最早的时候 安卓手机软件里面 它做的这个 用户上 开发者上传的最多的 这个软件 基本上是属于工具类型的 那么工具类型的软件 一般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说它 它也有些也需要运营 但是它运营的这个量 就没有那么大 但是互联网产品是不一样的 互联网产品的话 基本上 如果你要想能够吸引用户 能够粘住用户 那么你是一定需要去做运营的 如果是同质化的产品的话 那么一定是运营强的获胜 就是比方说 同样是微博 现在是新浪微博 还有腾讯微博 以及这个 这个搜乎微博 还有网易 可能还有 还有更早的时候 还有可能有更多的 提供这种微博服务的 那么逐渐逐渐 你会发现 就是说这里头真正运营做的好的 它会逐渐的起来 那么运营差的 这个产品就会逐渐的要衰落下去 所以我们是 就是比较认可这个观点 就是说 如果你是做一个 同质化的产品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把你的 这个运营的功力 一定要做上来 应用商店就是 其实大家知道 现在这个像 像苹果的APP Store 它也是一个应用商店 但是在苹果上面 它是一个封闭的花园 那么别人是做不了的 但是在安卓上面的 就不一样 整个安卓的这个策略 它就是开放性的 那么基于一个开放性的 这样的一个平台 来做产品的话 你可以有很多的这种 就是同质化的产品会出现 比如说像应用会 现在的我们有很多 很多的竞争对手 就据我所知 就是我之前 前几天那个 也是朋友跟我讲的 说目前现在全中国的 安卓上面的应用商店 大概有不下一百家 就是包括所有的论坛 然后还有一些这种 WAP网盟 就是各种各样的 这些渠道 如果都算上的话 那已经不下一百家了 那在这一百家里头 你怎么能够 就是能够脱颖而出 把这个事真正做好 那么最后呢 其实比拼的 都是运营的功力 所以运营是一件 同质化产品要获胜的 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具体来讲呢 其实运营的分类 你可以分出 很多种种类来了 我这儿是因为根据我自己的工作经验 以及就是说 我平时工作当初接触到的这些情况 我简单的给它分了一下 那么运营的我分为是 大概是三种 一种就是这种内容运营 你比如说像营营会这样的 内容型的产品 还有比如说读书网站 就比方说像这种起点 或者是红袖天香 这样子的 那么他们基本上是以内容为主 像这样的网站 还有包括一些新闻资讯类的 包括这种传统的门户 这种资讯 对它基本上是以内容运营为主的 那么内容运营为主的话 它的这个运营的思路 可能就是说 一个是内容的整理 然后你的这个内容的获取 内容的审核 因为你做内容的话 你不可避免的 就是说你会出现 有各种各样的一些 需要规避的风险 那么这些事情都是要做的 内容的审核 还有一个就是内容的推荐 什么样的内容是好的 然后这些好的内容 我怎么样把它给分发出去 能够让用户看到 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第二种运营 我管它叫做社区运营 所谓社区运营核心的话 其实是去运营用户 那比如说 你到底现在整个社区有多少用户 然后这个用户的这种活跃度 是什么样子的 是吧 然后比如说 用户关注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话题 然后你怎么样去策划 就是把这样的这些 跟人相关的这种工作 我们把它抽象出来 那么这一类的运营的话 可能更多的讲究是说 核心用户的积累 也就是你最初的 最原始的那一波 最重要的那些用户 这些用户 你怎么把它给积累下来 这个可能是社区运营 最关键的一步 那么底下还有一个叫做渠道运营 实际上这个我想说的其实是市场运营 就是在我们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实际上因为我们遇到了很多这种推广渠道的问题 那我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就把这些渠道可能专门列了一列 然后比如说因为我们可能要推哪些渠道 就是这个可能不只是涉及到这种产品的一个产品运营的问题的 那其实是涉及到一个公司的一个运营的工作 那现在就讲一讲 就是我们实际开始工作之前 那么可能我们要考虑清楚 比如说我们真正要去运营一个产品 或者说运营一家公司的话 那在这之前 我们可能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 所有的工作在产品这个开发之前 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想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愿景 实际上我的理解愿景就是说 你要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什么样子 或者说你要你要时刻的就是就是问你自己说 我这个我要做一个什么样子公司 我这个产品我要给用户提供什么价值 其实问问清楚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是相当有好处的 就是说这个问题 它是帮助你去理清你的思路 然后呢 帮助你去把你的这个公司 未来的这种这种战略 以及你的产品未来的规划 先限制在了一个大的框架里头 可以举一些例子呢 比如说像这个阿里巴巴 最早的时候 他的他的愿景是说 他要做一家能够成长102年的这么一家公司 这是他的愿景 那么最近呢 是说那个好像是阿里巴巴最近调整了战略 然后现在最新的10年的愿景是说 阿里巴巴要做分享数据的第一平台 那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愿景 已经由最初的那个活100年2年 已经变成了是说 要开始给客户提供价值 这是这是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是他的愿景 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如果他要 他要再做产品开发 那么他肯定是围绕怎么建设他的数据平台 怎么样能够给中小这个电商的用户 给这些客户提供价值 他肯定是围绕这些方面来做 那么再比如说Google 他的愿景是说 他要整合世界信息 然后使得人人都可以访问 并且能够从中获益 那么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着 怎么去整合这些信息来做 那么同样的 我们在做一个产品 在做或者在做一个公司的时候 那么可能我们第一件事情想的也是 就是我们到底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我们的愿景到底是什么 你通过限制了你这些愿景 然后你就可以呢 就是真的去开始 啪啪啪 该做减法的减法 就把所有的事情砍掉 然后专注的就奔着这一个方向来做 这个是愿景要做的事情 实际上我们因为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当时也是一样的 我们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创新工厂有一个比较好的氛围是说 早期的时候 创新工厂会把所有的同志们都叫过来 然后经常大家一起聊聊天 比方说到了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 如果工程师们已经工作干得差不多的时候 那大家都会做到一个会议室 然后一起探讨 就是说未来这个环境会是什么样子的 未来可能会出现哪些机会 那么我们要做哪个产品的话 我们大概要分几步走 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 那么在这个氛围之下呢 大家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做下来去谈这些事 第二件事情是说 可能我们要明确一下这个产品的方向 也就是说 愿景可能是一个更宏大的 更大的一个事情 在这个方向之下呢 我们可能稍微把它细化一下 我们真正的要做这个产品的 我们切进去这个方向 就是我们的切入点是什么 我们怎么做这个事 这张图就是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 台风来了 猪都能飞 那我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在选择这个方向的时候 可能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你一定要抓住天时 所谓天时 就是说你得顺势而为 就是在什么样的时间点 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讲究的工作 当然这也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个选择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之所以这个事情 现在目前来看 还算是在国内的应用商店里面 做的还比较不错 那么我们认为是说 在当时这个天时抓的比较好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方向 当时选的还比较不错 那么这个是最初的时候 是由开付还有汪华 我们大家一块做一起聊的时候 这个其实也跟创新工厂的 整个的创业的事情是有关系的 就是创新工厂当时觉得 在中国接下来的几年时间之内 安卓用户会呈现逐年爆发的这种态势 那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安卓手机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Google在国内又不愿意运营 那么国内的这种应用商店大家又做的不太好 所以我们就提出说 那我们自己做一个应用商店 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么比较幸运 开付在去年的时候预测说 再过几年可能会出现 比方说一年或者两年之后 会出现一千块钱以下的安卓智能手机 然后去年的时候预测 去年底是四百万的安卓手机用户量 那么当年其实就已经突破了它的这些预测 在去年底的时候其实这个一千块钱以下的智能手机就出现了 那么去年的这个安卓用户量当时估计是六百万到八百万之间 是已经完全突破了 就是开付的最乐观的估计 那么开付在整个产业当中 当时是所有的这些行业人员里面最看好产业的 所以我们跟着它一起 基本上也算是就是说赶上了这个台风 所以这个猪都飞起来了 大概是这样 明确了这个方向之后 那么接下来的一件事情 我想可能就是所有的同志们 就是在做这个事之前都要先考虑的 就是如果你做这个事 那么你的壁垒在哪 为什么是你呢 为什么不是别人 根据我们的这个就是就是一些经验 或者说我们大家一起讨论 我们自己觉得是说我们大概分了这么三个类型 技术壁垒 这个可能是第一步的壁垒 比如说就是如果你有一个特别强的技术 对吧 或者你是你是有一个特别尖端的东西 那么这个事情是别人一时半会 这个复制不了的 或者你通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已经累积了非常巨大的技术优势 那么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利用起来的 比如说像英特尔 它在这个芯片方面的这种 这种长年的持续不断的累积的投入 现在已经积累了巨大的优势 对吧 还有比如说像Google 像Amazon 他们在这个云计算方面的这些 这些技术的壁垒 这都是非常巨大的 这样的话就是基本上是对于一个小的创业型公司来讲 就是上来可能都不会再去考虑做这样的事情 第二个壁垒 我们觉得是说可能是存在运营这个方面 也就是说你会有一些运营上的壁垒 我有一个朋友 他做了一个软件 做了一个什么软件呢 他就做了一个这个看漫画的软件 这个看漫画的软件 就是它是在手机上运行的 那么一般呢 现在就是说如果大家要做这种手机上看漫画的软件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你把这个漫画这个图整张考下来 然后做成一张大图片 然后放在手机上看 那如果你要看这个东西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不停的 比如说因为手机屏幕很小嘛 对吧 但是那个漫画可能是那张图比较大 所以你可能要放大缩小 然后一旦你放大了之后呢 你可能就要不停的就拨来拨去 因为你要去移动它们 那这样的话就是对于用户来说 其实这个体验不是特别好 因为它会有一些困惑 就是我必须两只手拿着 然后不停的放大缩小拨来拨去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那个朋友他就做了一个什么事呢 他就把这个漫画的这个图片 他把它切割了一下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漫画都是 比方说是四个格子对吧 然后可能是一个小方格 然后方格里头再有四个小格 那么他就把这个东西化整为零 他把它切了一下 切了之后呢 就变成了每一次都是看一个 那个四分之一那一个小格子 然后这样的时候呢 你就不用再去放大缩小 因为这个屏幕上放那么一个小格子还是OK的 然后用户就拿在手里就不停的点吧 点吧点吧 就是一直点 一直点一直点 就按顺序来就行了 这样的话他看这个漫画是非常好的 那这个技术本身其实是没什么壁垒的 因为一般的公司要做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还是挺容易的 就是你只需要比方说弄一个看图软件 然后把这些图片导进去就行了 那么这个东西的壁垒在哪呢 壁垒其实是在运营方面 因为首先是说你可能要获得这样的这种内容 这已经是一个就是说你法律上是可以一个规避的一个壁垒 那么第二件事情在什么呢 第二件事情是在于这个切图 切图这个事吧 就是看起来非常简单 但是实际上呢 你需要投入很多的人力 比如说如果你要一本漫画书 你要让一个人来做的话 他可能得坐在那老老实实的 可能干一整天也做不了大概多少页 那么如果你要比方说你要做一千本书 或者你要做一万本书 那你必须要投入非常多的人力来做这个事 那如果一旦你的人力投入的多的时候 你要想这个把这些事情都整理好 那么你就要管理上 或者说你这些流程啊 你就要给他一步一步理顺了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他实际上他给我讲说 就是他现在基本上做了大概得有将近一万本书吧 大概是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现在如果他把这些东西放出来之后 如果有别人继续要做这个事的话呢 那就很简单 就是他们也得他们至少也得也得马三个月的时间才行 那你就你就能够保持三个月的领先的优势 那么在这三个月的领先的优势之内 你就可以再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所以像这种东西的话 它基本上是就是属于技术没什么门槛 但是运营上还是有一点的壁垒 基本上像这种内容型的产品的话 它的运营可能都会是都有可能产生壁垒 那么还有一种壁垒在哪呢 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壁垒是在数据这一块 比如说最简单的像Google像百度 他们都积累了庞大的海量的这种用户数据 那么这些用户数据拿过来 你可以做很多的分析 你可以做这种用户行为的分析 然后你可以去细分这些用户 他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他是喜欢玩游戏 对吧 还是喜欢就是一个天生的工作狂 或是另外一群什么人 你能够把这些东西分析出来 那你本身是很有价值的 你可以做广告 做什么东西都是OK的 然后除了这种数据之外了 还有一种数据就是本身 这个公司它可能就是运营数据的 比如说有一个产品叫航班管家 它产品做得非常好 体验非常好 这些我都承认 就是说它可能这个产品确实做得不错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它最大的壁垒 不是在于说它的产品做得有多优秀 最大的壁垒在它的那些数据 就是民航的那些数据 你的这些航班的数据 还有这些这个机票的数据 还有你的这个机场的这个航班的这种 随时的动态信息 以及这种什么厂旅客信息 这样的这所有的这些民航相关的数据 这些数据只存在于中国的 比较少数的几个公司手里头 而且是就是都是属于那种那种垄断的央企 那么一般人是拿不到这个数据的 但是恰恰这些公司呢 他们有机制的这个这个这个问题 所以导致了他们不能够有效的利用这些数据 那么很多事情他没有做 比方说我我原来那个公司 其实我经常跟我前同事讲 就是说你好好的做一个产品放出来 可能比航班管家还要强 对但是他就说我做不了这事 我一抱上去这领导他也 领导首先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前景在哪 其次要做这个决策 可能就是从上到下得得有十好几个人签字 完了这个就就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话 另外就是做出来这个东西 就是到底收益是谁啊 这个没有一个很好的激励机制 导致这个就是公司从上到下 可能有很多人看见了 但是有想法 但是实际上推动确实特别难 呃这都是一些条件吧 就导致了就是他们做不了这个事 但是反过来就像像像像航班管家这样的公司呢 他们通过一些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 或者一些什么手段 然后他们通过就是其他的方式搞到了这样的数据 然后呢形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壁垒 讲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讲了我们公司的愿景 对吧 然后第二件事情讲了就是说大家要选择的这个产品的方向 那么第三件事情讲了就是 为什么是你来做这个事 你一定要找到说这里头你的壁垒在什么位置 这三个问题想清楚之后 那么其实你就可以开始真耳八经的去 比方说去设计你的产品 然后开始去琢磨你怎么运营你的这个业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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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